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因为佩儿今天等一下我们要讲的主题 然后我们企划才告诉我说 这个就是我们母亲节 好所以讲那么多是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 就是母亲节快到了 那么星期天有空的话陪妈妈走一走 那么或者是我们吃个饭这都很好 但是最重要是平常不要让妈妈操心 只有那一天是没有用的 要平常的时候呢就尽量不要让妈妈烦恼 然后好好地照顾妈妈 这才是母亲节真正的意义 好不过要谈母亲节之前呢 有一个比较遗憾的话题就是 事实上很多人是来不及当母亲的 什么叫来不及当母亲 就是有些时候呢 在没有预期的情况之下会怀孕 那么当怀孕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延伸一些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以这个礼拜来讲 比较令人遗憾的大概就是未成年的怀孕 那这未成年的怀孕等一下来谈 事实上来说 堕胎这个事情 在我国的刑法当中原则是有罪的 那原则是有罪的 当然想说 哇那原则有罪怎么 我们好像听说很多这样类似的案例 都在你我的朋友当中发生 那不是有罪的吗 那这个怎么没有人听说过说 因为堕胎被定罪 那我们等一下来谈这个为什么 但是因为 就是就堕胎这件事情来讲 本身在这个刑法里面的规范 刑法呢 如果我们在怀孕的妇女 吃药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堕胎的话 会有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然后呢 会有另外一个还有加工堕胎罪 例如说如果是怀孕了 那么别人帮他堕胎的话 那么可能就会有加工堕胎罪 那么甚至是如果说是盈利 那这就讲到妇产科医生了 如果妇产科医生 他有这样的问题的话 是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 那乍听之下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刑责 就是说 好像在堕胎这件事情上面 就是说 我国的法律是否定的 但为什么我们在这个 日常生活当中 常听到这些问题 但是却没有受到这样的处罚 原因是因为优生保健法 它有一个例外的规定 优生保健法 它是一个特别法 那么这个优生保健法里面 有特别约定说 如果怀孕的妇女 有经过诊断或证明 有下面这些情况 那么就可以人工流产 那这六项呢 其实都是在基于 优生保健的情况 只有一个所谓的第六项 比较 第六款比较特别 第一项第六款比较特别 那么它的第一项里面呢 大概有列举了六款 第一款 就是如果有遗传性疾病 或有精神疾病 本人或者配偶 有这样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说本人 或者配偶的 四亲等之内 这四亲等怎么算 其实很好算就是 比如说我们跟父亲母亲 就是一亲等 我们跟孩子 就二亲等 跟孙子就是三 呃就是 呃跟孩子就是一亲等 往上往下嘛 跟孙子就是二亲等 那我们跟兄弟姐妹 是几亲等呢 兄弟妹妹要算两条线 第一条线是连接到父母亲 算一亲等 父母亲再往下连哥哥 就会变二亲等 所以我们跟哥哥之间 就是二亲等 那四亲等就是 以此类推啦 总之就是说 四亲等里面的血亲 如果有这些遗传性疾病 那也可以 人工流产 那么第三样就是说 有医学上的理由 可以证明说 怀孕会导致生命危险 或者孩子出生的时候 会危害到 孕妇的身体健康等等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如果有医学上的理由 可以证明 孩子他可能在 生产的过程当中 就是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已经发现他有一些疾病 会有畸形发育的情况 有这样的可能性 或者第五种可能 因为被强制性交 或是有一些 依照法律不能结婚 那么发生关系 而受孕的 那这五种情况是 比较少见 也不能说少见 就是说 这五种情况都是一些 比较逼不得已的情形 也就是说 例如我刚讲 都是遗传性疾病 或是危害到妈妈的健康 或是说 这个小朋友本身 已经有一些畸形发展 那将来可能生下来 对孩子 不是很理想 那么这种情况 或者是我们刚讲 非自愿的怀孕 这种非自愿怀孕 通常是被强制性交 那我们当然 对于这个 很多的妇女来讲 会认为说 我不想要这个小孩 那这五款的理由 是OK的 那么第六款比较特别 大部分人都是用第六款 第六款就是说 如果怀孕或生产 可以会影响 他的心理健康 或家庭生活 那根据这个第六款 也可以做人工流产 那这是我们所提到的说 最常见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就比较 范围比较广 前面这几种都定得很死 就有没有基型 有没有所谓的 危害妈妈的健康 有没有所谓的 有爱 优生的遗传性疾病等等 这个都是比较客观的 其实这套法律 我觉得定得不好 为什么 那里面很多 歧视性的用语 例如说 畸形 优生 这几个字都比较 我觉得其实念起来 我不太舒服 但是这个东西 本身来讲 反正是法条这样定的 那这条以后 如果立法院想要改 我们再来看看 总之呢 第六款是一个 比较广泛的东西 这个第六款呢 简单来说就是 只要我认为 我怀孕 可能会影响到 我的生活 只要影响到 我的心理健康 那我就也可以 依据这个来除罪化 除罪化就是 我们刚刚不是讲的 刑法上有这些 所谓的 禁止堕胎的 这些罚则吗 那我只要有 这六款的情况 其中之一款 那么我就可以去 就是要求 做人工流产 那么这些情况呢 其实是一般的要件啊 那一般要件 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说 大致上来讲 这个问题都不大哦 接下来有两种 比较特别的人 第一种是 已经结婚 如果已经结婚的话 要做人工流产 就必须要经过 配偶的同意 也就是经过 先生的同意 这个其实会延伸出 很多的法律问题 为什么 我最近遇到几件都是 比如说外遇 太太外遇 那太太外遇的时候呢 可能跟 就是另外一个男生 发生通奸的行为 但是孩子怀孕了 那就是有怀孕了 那这个 有怀了孩子之后呢 这个时候就 可能这个妈妈 坚持要生下来 那也可能不会坚持 坚持生下来 是另外一个家庭风暴 可如果要拿掉的时候 就面临一个 非常非常可怕的问题 就是谁来签名 那如果跟先生讲 一般来说啦 就是我遇到的情况 比较多的是 他已经跟先生 很多年没有性生活了 或是有一段时间 没有性生活了 这时候你突然 跟先生说 我怀孕了 先生一定会说 那你这是隔空取药吗 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对不对 所以 先生一定会 就是主张有通奸的情况 那这时候 他就逼不得已嘛 怎么办 他就可能要去找 那个第三者 那第三者请他来签名 这第三者 只要一签名 就是伪造文书 这是另外一个 严肃的法律问题 所以 优胜保健法里面 有规范 就是说 如果你有配偶 一定要找先生 但 但如果正常的情况之下 跟先生讨论过 那么先生也觉得OK 那就没问题 如果先生觉得不OK 或者是先生根本不知情 那么这个可能将来 都会延伸一些 比较严重的刑法上的 法律问题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比较特别的是 未婚的未成年人 其实在民法上的规定 是这样 我们民法的成年年纪 是20岁 18岁是刑法的责任能力的 完全责任能力的 一个年纪 他不是民法 民法跟刑法不一样 民法就是20岁 那当一个20岁的 还没有满20岁的未成年人 如果他没有结婚 那么要进行人工流产 也需要经过 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将会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所以 这个部分就是说 如果未成年怀孕的话 那爸妈一定要出面来签名 那当然同样的啦 如果说有任何的成年人 要来替他担这个责任 基本上很难 因为通常 妇产科医师为了怕出事 他会要求对方说 你要提供你的户籍 让我来确定一下 你的父母是谁 或身份证 那么身份证提供出来之后 我可能会要求说 这个人要亲自到 要来签名 不是说今天未成年少女 想要怀孕 然后想要人工流产 就可以做的 所以 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说 当未婚的未成年人 发生这个事情的话 那也必须要经过 所谓的这个 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也就是父母 那当然有一种例外的情况 就是未成年人 如果结婚 未成年人结婚 在民法上很特别 就假设他是18岁结婚 18岁结婚 我们民法就自动帮他升级 升级成成年人 所以未成年人结婚 就变成成年人 这样子 这是我们在 民法上的特别规定 那如果说 他已经结婚了 这时候他就不需要 再经过爸妈同意 即使他是未成年人 他只要经过 配偶同意就可以了 好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 基本上来讲 我们在 法律上的规定 就是说 人工流产这部分 他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规定 那这些规定的话 其实 大部分人可能都不知道 那我们就糊里糊涂做了 可是如果真的 严格要执行的话 其实 还蛮困难的啦 那这个部分 当然是我们提到的 所谓的 刑法上 跟优生保健法上的规定 那这些问题 其实上就是我们所提到的 就是说 医生自己本身 也要特别注意 因为 像我们这一个 为什么谈这个问题 其实有一个案例 就是说 刚刚我们提到的嘛 有一个14岁的国中女生 跟他交往 然后怀孕 这个部分 其实我要提醒一下 听众朋友 就是说我们过去一再讲 刑法上 所谓的强制性交 它的定义非常广 可是有一种情况 它是 就像是强制性交一样 那即使是 两个人讲好的 也算是强制性交 就是跟那种 未满16岁 或未满14岁 的男生或女生 发生性关系 其实对方同意 那这也涉嫌到 所谓的 也是一种所谓的 广义的妨碍性自主 因为 14岁跟16岁以下的小朋友 他们并不知道 或者 应该这么说啦 法律制定者 假设他对于这个事 不是很清楚 他要干嘛 所以他会用这样的方式 去做限制 那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以前 在节目里面讲过了 如果是两个都未满18岁 或两个都未满16岁 其实那纯粹男女朋友 或者是两小无猜 这样子不小心发生关系 在这种情况 通常刑法都会网开一面 这是告诉乃论 这一条法律 主要制定的规范是 希望不要让成年人 例如说二三十岁的 去侵害到这种小朋友 所以他的保护的目的 主要是在这里啦 倒不是说 那如果说两小无猜 两个国中生发生关系 那这时候如果真的这样 是不是都要抓去关 倒也不是啦 这时候法律会让 两边的家长 去好好谈一谈 因为这就是告诉乃论 是可以策告的 好 那么 今天这个案例呢 其实他比较特殊的情况 就是说 这个小女生呢 他也不就是怀孕了 那怀孕之后呢 他的这个二十岁的男朋友呢 就 把自己留了很长很长的胡子 然后 再把这个 就是说 自己留长胡子之后 穿得比较成熟一点 那么就假装是他爸爸 就是说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 假装是他爸爸之后呢 医生看到这个情况 就 让他做人工流产 那 这第一次 第一次 是所谓的没有问题 骗过去了 可是这对情侣 实在是很伤脑筋 又来了一个第二次 那到第二次的时候呢 这时候就被这个 父母发现 被父母发现 那父母就找了这个男生 这男生才坦诚说 有第二次 那这种情况 其实因为这个男生 已经满二十岁了 所以他所犯的罚则 非常多 第一个 他有伪造文书的情况 因为他伪造了 爸爸的签名 第一个 第二个 那么他在这个 过程当中呢 他跟这个 十四岁的小女生 发生关系 那因为他未满十六岁嘛 我们的刑法上就是 未满十六岁 已经满十四岁的 那就是七年以下 有企图刑 如果是十四岁以下的 那就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企图刑 这都很重 所以呢 这个 二十岁的这个 理性男子 因为他已经满了 十八岁 他又没有办法 获得减刑 或者也不是 告诉男人的罪 将来这个 男生可能因此 要悲伤的刑则不少 那这个部分就是 如果说 平常啦 我常讲说 平常我们父母 就要多关心孩子 那个不是口号 真的不是口号 因为 我前两天 接到一个案件 他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那类似这样的情况 其实 我看了一下 那就是 小朋友写的那个经过 我觉得也蛮难过的 为什么 因为 小朋友说是两三点回家 那才十七八岁 爸妈不知道 那其实我对这个事情 我就会觉得 有点介意 因为 我就会跟父母讲 怎么会小朋友 这么晚回家 那你们对这个事情 好像都 不知道 也不了解说 小朋友去哪里 那这个东西 其实都有赖于说 亲子关系的建立 它不是一朝一夕 可是都有赖于说 父母平常持续的关心 那 就像我们讲的 母亲节要到了 其实我们对于 妈妈不是只有 那一天在陪她吃饭 平常可能跟她聊聊天 多关心她 一样的道理 我们对孩子 是不是也能够 多花一点时间 去照顾她 去关心她 知道她今天在干嘛 然后知道她最近 遇到什么困难 可以跟她聊一聊 那这个东西 当然不是说 突然有一天 孩子十八岁了 十六岁了 我们突然变成说 今天听完广播 回去跟孩子讲说 孩子我想跟你聊一聊 孩子可能会觉得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个事情是 我们平常可能 从小就要开始跟她聊 那当然如果 现在这个情况 也不会来不及啦 就是 慢慢来嘛 就跟孩子去了解一下 日常的作息 知道她为什么 零用钱变多了 是不是有什么 难言之隐 或者为什么 最近她突然变得 比较 常常对着手机傻笑 或者是 有什么样的问题 让她找出晚归 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平常都可以观察 那么如果只是 忙着赚钱 忽略孩子 其实后面要付出的代价 非常非常的高 我们只能这样讲 那么毕竟赚钱 不是一切 有时候多花一点 在家人身上是比较好的 好 这是跟听众朋友的一些建议 那么也是希望 母亲节的时候 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 那么一起度过很多的节日 好 我们刚好回来我们开放 我们听众朋友的call in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02-8369-3398 有任何法律问题 待会听众朋友都会提出来讨论 那我们待会见 欢迎回到98新闻台 98法律事务所 我是吕秋元 那么我们刚刚在讨论的就是 有关于刑法跟优生保健法 上面的一些规定 那么这些规定 事实上来讲 大概其实 它从74年制定之后 那么已经很久很久了 但是这套法律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 去做一些调整跟修正 那么事实上来讲 其实在世界各国 对于所谓的相关的这些 我们讲说这种堕胎的议题 都是争议不断 那有一些天主教势力 比较强的国家 他们甚至认为说 堕胎是完全非法的 那么不会开放任何的要件 所以说这个部分议题 其实在宗教上 在伦理上都有很大的争议 那么就我国来讲 原则上目前就是 规范是如此 那么当然目前执法的状态 就是用优生保健法去排外 但是就是说 其实任何决定 可能都要详细审慎的思考 因为这毕竟对于整个家庭的 就是不管是伤害 或者是影响都相当大 好那我们就是开始来 今天我们有call in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我们先接听第一位 郑小姐 郑小姐你好 李律师我请教一个问题 你说 有一个亲戚 他说他的小孩 因为有案子到那个法院 法官第一次开庭 他就跟他们讲说 什么案子 好像是小孩可能是 可能是淹读 怀疑是淹读之类的 或者 那他意思是说 那个法官有讲说 要两万三万交保 就就就把他保出去了 保出去现在是问题是说 那个他有问那个法警 他假如是不给他交保会怎样 他说不交保就会 可能就直接关还怎样 那后来他交保了 他的意思是说 问他这个保证金是做什么用 他是怕他下次万一不来开庭 这样 后来隔了大概一个月去开庭 开庭的话 因为前几天他在讲说 有人跟他讲了 是懂法律的人跟他讲 还是什么 他说这个保证金 他们有一个亲戚好像也是不晓得怎样 他说不退还的 他说经过好像快一年 后来去跟你法院要 好不容易才要到还怎样 那现在这种保证金 我不了解 我是带他问的 这保证金是做什么用 而且为什么不还 那要跟他讨 是不是一定要到法院去要 还是怎样 应该这样讲了 保证金这种东西就是 保证你会准时出庭 准时到案 所以说呢 这个保证金 如果我们可以准时出庭 准时到案 到时候就是会发还 案子结束就会还给你了 那收据要保存好就是了 他说好像不会主动还给你 不是就申请发还就好了 自己要去申请 这个你自己缴钱都不记得了 不是他是说你没有去 什么时间要去申请 没有就是等到你案件 判决确定之后 确定以后 判决确定之后 那万一判决确定 他说他必须要去关 三个月 一样可以拿回来 那等他关好了 回来才去申请这样 不不不 只要判决确定 我们到案执行以后 就可以去领会 那他已经开始去执行了 那就可以拿回来了 去申请 那他的家长 就可以去向法院申请 是的 比如说一颗罚金就搅一搅 然后就把他拿回来 就这样 一颗罚金 看他要 法官有没有说他要罚多少钱 这样子 我跟你讲 你讲 毒品外防治条例很难讲 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是 贩毒就麻烦了 他不是 他好像是 如果是吸毒的话 吸毒的话 一般都会给机会 一开始 除非是一级毒品 海洛因 如果那是安非他命摇头丸 一般来说都会 还会给机会 他说我可能是 三个月六个月 不一定 那一般啦 第二次开庭他有去 现在是因为他去 他那天在跟我讲说 你有听吕律师的 你帮我问这样 因为他妈妈年纪很大 好那你跟他妈妈讲 放心啦 拿得回来 他是说要向谁去申请 那怎么申请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跟地检署啊 到时候会发还给 就是到他那个 他的那个 法 比如说他是台北 新北 那就新北的法院去申请 就是当时送他保证金的是谁 就去跟申请 比如说他是新北的地方法院 对那就是新北 直接向哪个单位呢 哪个单位就新北地方法院 就是新北地方法院检查署啊 哦那要怎么申请 有什么条件 或者需要拿什么东西 要记得带身份 当时的聚保人的身份证 跟收据 哦 然后就是说去跟他申请 他那时候当时假如有保证金 一定会给他开单子给他嘛 一定有收据 一定要拿那个单子去 嗯嗯嗯 他直接向那个那个单位 就是在哪一个地方这样子 那法警司会帮你安排 会帮你处理 因为法警司有这样跟他讲是说 就怕他不出庭 不过你现在不交保 你就马上就关进去 没有啦也不一定啦 有的时候有些人 他真的没有钱啦 就没有钱嘛 那有些人真的没有钱 如果案情没有那么严重 有的时候检察官 也会网开一面说 好啦我给你限制住居啦 准时来报到 也有可能 对啊因为他妈妈去已经都 家里没有人可以工作 那欧巴桑已经快80岁 他也没有去跟亲戚借的啦 没关系啦 就记得拿回来 要记得准时报到准时到案 对啊到案现在第二已经开完了 可能他的那个小孩 可能要被关 那他 被关 为什么被关 你刚刚不是讲 可能是怀疑他有 有K他命还是 什么那K他命更低 那个K他命 或者安非他命之类的啦 我跟你讲安非他命如果他第一次 我跟你讲毒品这是这样 第一次吸食 通常就是借饮治疗或观察乐界 第二次第三次以后才会变刑罚 要到被关应该已经被抓五六次了啦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有他的问题在 这个有时候我们听听就好 来我们要邀请下一位宁先生 喂你好 就是念命先生没错吧 我想请问一下 李律师曾经有就是在那个广播上面 就是请大家就是在在租房子的时候要做公证 那我们家也是后来是听了李律师的建议 就是说就房子就做公证 那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那个房子做公证之后啊 变成是还没到期之前 他经常欠款 而且已经累积好几个月了 那后来有发那个就是纯证信函 那因为这个法院后来跟我们讲说 就是要发纯证信函 那累积大概七八个月吧 那后来就变成有到法院去做调节委员这样子 那可是我现在不晓得 就是这个当初的做公证的目的是 到期之后强制搬离 还是说过程当中如果有欠房租的时候 也可以请他强制搬离 我讲这样是这样 一般我们做公证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拿这个公证书去做强制执行 可是你一定要约定 你要特别跟公证人讲说 你要约定说 如果租约到期或对方两个月不缴租金时 可约定进行强制执行 所以就是在做公证 公证的时候就要请公证人约好 你这个是约定事项 如果没有约好你做公证没有用 那请假 好那这样可能就是当初在做公证的时候忽略掉这一点 那请问一下律师就是说 我们后来有去做这个调节 那对方也答应说在 比如说在6月1号要归还过去 就是归还过去的那个欠款的部分 那现在已经约定好了 就是但是因为今天还没约6月1号 那假设6月1号那一天他又返回了 就或者说就或者说 来来来我先问你们 你们是在法院的就是调节吗 还是在调节委员会 调节委员会 调节委员会调节 有没有做一个调节笔录 有有做那个部分 好如果做调节笔录 经法院已经合备之后 这个调节笔录可以作为强制执行民意 所以如果6月1号 你们是6月1号约定要搬家 6月1号要偿还过去的 就是欠款的部分 但是还是可以继续住 好那就是6月1号时间一到 他钱没有进来 你就拿这个东西去做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他还 还是强制执行他搬走 还 你们只约好要还钱而已 对啊 大概是这样 OK好谢谢 因为其实就是之前忽略掉 就是如果如果那个没有约定 要约要约 那要约定强制执行事项 那个公正人会另外给你们收费 但是那个蛮值得的 是那但是请问一下 就是说假如说6月1号 他那个过去的那个欠款 没有偿还的话 那那个要做这强制执行的程序 大致上是怎么样 大致上哦 你还是要 你又要请调节或提告了 OK 然后接下来呢 法院就会再安排你们开庭 或是做调节 那如果对方就是很疲啊 就是也不搬也不给钱 那这时候就会进入下一阶段 就给法院判 那法院判下来之后 看多少就是多少 大概是这样 那通常这个大概 因为我知道 通常我跟你说 我有一个案子很单纯的 对方就是很耐皮 一拖拖了半年以上 一审后来打了快一年 对方就是一直在拖 然后就借顾请假不开庭 然后就讲一些就是 其实他有什么 有缴钱啊 只是缴的不够多啊等等 就讲一堆那种奇怪的话 那法官因为刚好在忙 最后来那个案子拖了一年 一个很简单的案子 拖了一年 一审 那李律师那这样 照理上这样说起来 感觉好像 那个去做公证 好像他还是会有缓冲期啊 做公证会有缓冲期 不会啊 为什么缓冲期 你提告要好多了 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说 强制执行 他还是会赖皮啊 那这一拖又拖个半年 一拖拖 不会不 我讲是提告 OK 强制执行不会 强制执行就好了 OK那像 假如说像我 我这个这个案子 6月1号没有的话 就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还是要做 还是要进行 强制执行就好了 你那个已经等于是 确定判决了 OK 钱的部分是确定判决的 是是是 好感谢 因为这样还有很多 请跟我们要问 不会 谢谢了 好谢谢你 OK拜拜 其实也没有很多 请问啊 最近那个call in的状况不好 每次我都要 讲很多其他的话题 才会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所以这是很难讲的 有时候人很多 有时候人很少 像我们上上星期啊 我们企划就跟我讲说 在我们节目结束的那一刹那 突然涌进好通通电话 我想节目结束才打进来 是要干嘛 好特别 OK 我们邀请下一位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历史好 你好 那个想问一下诉讼的技巧 在二审的时候 他们这个书状的地的书状 他比说政法两边的地的书状 是不是跟他的一直地状会有关系 还是说你地状我不一定要回应你 这个在对法官的评量上面 会不会对另外一个 这个很难讲 你要看写什么啊 我举个例子 二审其实该讲的都差不多了 一审都讲了 那很多二审写的书状 他只是重复一审一讲再讲 法官看的也烦啊 就是说基本上 你不要去重复以前讲过的话 因为法官一般认真的都会看 那你多写或是说一直重复 其实对法官来说 他也只是大概 这跟之前一样就过去了 就过去了 那对于我们来讲 那你也看嘛 那是不是对方所讲的嘛 如果对方讲了 你就直接回一句话说 这个部分呢 他的答辩三状 的第几段 这部分我们再过去 一审的哪个书状就讲过了 这样就好 一句话解决 大概是这样 就是您问的这个问题呢 很难从抽象的去判断 因为他到底补什么 他是补很重要的 新证据 新事实 一审没讲的 还是以前一再重复 一再重复的东西 当然就比较不好说 如果说他不是重复的 他讲了新的 那我们就要回应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就提供给您做参考 好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那有任何法律问题 都欢迎待会打电话进来询问 我们待会见 欢迎回到98兄弟台98法律书所 我是吕秋远 那么现在满线 这是怎么回事 剩7分钟 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前面呢 好不要再讲了 OK我们先接黄小姐 黄小姐你好 你好 刘律师 请说 你好我有一个那个房屋买卖的问题 想要请教你 大概是纠纷 就是我是卖房 那房子呢都已经走到 那个交屋了 然后呢房客呢在里面发生了虐杀事件 那就是在前几天 要交屋的前几天这样子 那对方买方就变成说 他主张说那是凶宅 不愿意履约 那房子因为已经走到即将交屋嘛 所以也都完税过户了 是 那他可以这样主张吗 基本上来说 我应该怎么主张 基本上来说呢 因为你们两个人 就是说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人在里面 就是房客在里面发生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叫危险移转 就例如说这个有点像是地震 地震来了 如果房子有没有点交 那这个事情就会差很多 那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所谓的杀人事件 是发生在点交前还是点交后 点交前 点交前发生 那之后有点交吗 就还不来不及点交 所以之后就没有点交了 如果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在危险移转上 你还没有移转 这会是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讲说风险移转 就是这个东西还没有交到 对方的手上 那就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恐怕在一个地方上面 我们会比较不好处理 就是就卖方来讲 因为毕竟 就是说这个部分 其实当时还没有 就是等于是使用收益的权力 还没有到他手上去 比如说房租 房租谁收 那时候 我们收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危险移转的部分 可能对您是比较不利的 所以如果要提诉讼的话 法官应该也不会站在我们 不是谈一下谈一下 因为这个其实 这个是不是属于 不可规则于你的风险 这也还不好说 就这个诉讼 其实我认真讲起来了 就是如果真的进了民事法院 可能两边都会要做点退让 那因为对您来说 毕竟您当时跟他签的契约 上面也保证真的不是熊仔 你也没有对他诈欺 也没有胁迫 那最后面这个东西 价值可能有减损 但这个减损不见得是 我先跟您说 其实有些法官 他不认同凶宅的观念 有些法官不是每一个都认同 可能宗教的原因 信仰的原因 他不见得认同 这是一种 再者 今天就算有些法官认同 在减价的部分 可不可以规则于你 你可不可以减则 这也有得谈 所以我觉得一个 好好的买卖 当然因为这样遗憾的事情 有做一些修正 可是我会建议说 是不是找仲介出来 大家好好的谈一下 有没有减价的空间 或者说这个部分 是不是真的要打诉讼 真的打也得打 真的打也得打 对啊 他是不是差很多 但是我会觉得 好好谈一下会比较好 先谈谈看 因为买方他就是 坚持主张不履约 不履约 我看法官也不见得会同意 可能会同意减价 同意减价 可能哦 就也不是一定 但是解约的难度非常高 解约难度非常高 为什么 因为 第一个 你要看你那个契约里面 其实他的契约条款里面约定 解约事项没有这一条 应该没有 解约是有写说 是凶宅这一条 问题是凶宅 基本 对啊 我又没有欺瞒你 是不是 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将来都有的吵啦 我觉得减价 是一个有可能的方向 那你说那减价 你不是受损失了吗 不会啊 找那个 那个被告去要啊 啊至于能不能要到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 那我们邀请下一位 吴先生 吴先生你好 你好 是 吴先生请说 吕律师 那个我简单讲一下 我是之前跟 跟那个一位 装潢的设计师发生 那个装潢纠纷嘛 嗯 那最后 最后也有 也有走到那个 那个调解 那调解委员那边是 最后是有判说 反正他每个月要清偿我 就是要分期还款就是了 是 那大概还了一两期 他就开始不还了 嗯 那你们当时签了什么 嗯 你们当时签了什么 没有他总共 因为变成我 多付他钱 可是他还没有 做到那个程度啊 对啊 那你们当时有任何的 调解笔录 之类的 有有有 那个都有 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笔录嘛 那个都有 好 然后后来最后 反正最后 拿到的一份 是从台中地月那边 给我的是 一个说他总共 签我多少钱 这样子 嗯 那 那这样我要 到底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跟他要钱 因为他也没有财产 强制执行啊 他他没有财产耶 没有办法啊 嗯 没有财产 这个法院不能帮你啊 对啊 我现在就是 问题就是这样 没有没有 那只能强制执行 就是再去申请一个 强制执行这样 对 大概只能这样 这个 哦 就是因为 他我们 之前前两年 那这个大概 五年要去换一次 那个约嘛 嗯 是 那之前前两年 有去查他的财产 那 是有 有一次有发现 他有一台车啊 那可是 那很难抓啊 那非常难抓 我们还要去找到 那个车 然后再通知法院 说车在这里 不然就只有 在等等啊 因为这个东西 说真的 很多人都是苦于 这种困扰 可是这个部分 法院真的 也很难帮上 哦 对啊 所以就可以去试试 看看那个 强制执行部分的 对 没错 哦 好 那谢谢 好 谢谢你 嗯 好 拜拜 OK 那么今天呢 大概就只能 跟听众朋友 介绍到这里了 那么虽然后面 还有电话 那我们知道 下礼拜再继续接听了 OK 那么 后天就是母亲节 再祝一次大家 母亲节快乐 那么 平常要 孝顺妈妈 OK 拜拜